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豹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胡一天 若干年前吧 然后在商场啊 那些广告上看到的一个 特别吸引人又特别好看的蓝色 后来知道 哦 原来这叫提夫尼兰 然后才慢慢慢慢知道这个品牌 今天佩戴的一个 这个胸针叫做叶鱼果 看到有像叶子的 然后像果子这样的一个图案 我觉得特别有设计感 然后它也是提夫尼传奇设计师的一个作品 上面也镶嵌了特别多名贵的宝石 然后戴的这个 手镯是lock系列的 还有这个T系列的戒指 我个人也觉得是非常简约 然后又百搭的 我日常的话穿的会比较休闲一点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像 戒指啊 然后手镯之类的 但是一些在特殊的场合 或者活动的话我可能会配戴一些 像这样比较有设计感的珠宝 最近在工作上的话 下个月会有一个星期开机 然后会进组 不营业的时候都在想着怎么营业 卷死他们 这个真的得随远了 我只是看到好的一些风景 就会想分享给大家 最近可能宅在家比较多 没有机会 没有什么技术 我是全靠设备 没有什么技术 对 我是第一次饰演时尚行业相关的人 因为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 他是一个相当于处女做的这么一个 又是从事时尚行业的人 然后他对很多东西会比较敏感也比较挑剔 这样的角色确实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精英们都很自律 就可能下班之后 可能大家比如说打打游戏 或者说吃叶消息 精英们可能还在加班 或者说开始健身之类的 会比较自律一点 就是想去演一些自己 没有尝试或者挑战过的类型 就比如说一个纯粹的坏人之类的 看看以后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祝大家2023年都报复